就是我们孝顺父母 大孝是肩上天下 徐龙慈济实业组志工举办读书会 这次的读书会主题是孝的真谛 我们的身体得来不易 我们的身体可以照顾好 那就可以做很多好事 但是心也是要照顾好 才可以做更多的得失 最好的一个回报给他们 照顾好父母的健康也是孝顺之一 慈济志工临孝氏 自己如素也带动家人健康饮食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癌症病友 所以我们妈会很担心 我没有吃肉会不会不够体力 但是我会跟她讲说 吃素是在拯救地球 然后我也是回馈给你们的 那我也觉得 卢素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回馈给父母的一个礼物 因为都是在帮他们祭福 修身齐家建立和乐家庭 行善与孝道相互结合 共同打造相和社会 大爱新闻之上美志工师 玉秀王日巴中开安 马来西亚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